陳子萱抱婚前劈腿 世間情男星崩潰解約 現在是初為人母 心情很複雜 現在抱出婚前劈腿 心情應該更複雜吧 世間情的失控姐 陳子萱去年9月承認與 陳建龍迷魂1年半 今年3月升格當媽 如今有媒體報導 傳出陳子萱在拍攝世間情時 先是與同居男友董順豪交往 後來才與陳建龍在一起 劈腿時間長達半年 女方決定與陳建龍定下來後 讓綠光照顶的董順豪立刻出局 他也因打擊過大 崩潰痛苦與劇俗解約 說你們的愛情故事 那說不完了啦 蘋果求證陳建龍夫妻倆 兩人只喊太誇張啦 陳建龍更表示 如果子萱真的劈腿 論顏值年齡或家事 要也選董順豪啊 而且他是個ABC 絕對贏我這個負債900多萬的台客耶 可能他和子萱拍戲 產生革命情感 因此分不清或是誤會吧 至於女主角則澄清 我都結婚生小孩了 要炒新聞可以找別人嗎 娛樂東新聞報導